大家平安 今天是眼光进度 继续尽到一丝铁剂 我们今天看第四章的部分 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上帝马向你心脏感恩 谢谢 让我们可以学习安静思想 聆听的话语 主愿你真理启示 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思想 你奇妙的旨意 能够照你的心意来行 向你心脏祈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特别就来看 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 第十二节 人就把乙斯帖这话 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托人回复乙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 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乙斯帖就吩咐人回报 莫迪改说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照乙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在第四章的中间就是莫迪改跟犹大人他们听到哇这个哈曼已经设好 计谋要谋害所有的犹太人 然后莫迪改他就决定他来请求这个身为王后的乙斯帖向王来求情 然后后面我们这一段刚刚听到经文就是乙斯帖也决定冒险要来试试看 但是很有意思是因为在第十二节地方这边讲说人就把乙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 我们中文这样看不出来 如果很多人会写人们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原文当中是讲说是许多的人原文是复述的 所以不只在乙斯帖旁边服侍这个哈塔格 好几个人许多人后他们就一起把这样事情来告诉莫迪改 很有意思是既然王宫当中有人知道乙斯帖的民族 那有人会去举报莫迪改的身份 那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有人也会举报 这个王后也是犹太人呢 而且在这里显然是目前看来 乙斯帖这个王后的地位没有办法来止住哈曼的怒气 就是因为哈曼跟莫迪改之间纠纷 所以以致他们祈祷竟然要谋害这个莫迪改的民族 但是莫迪改也清楚记得看出这其实是上帝奇妙的安排 有许多的挑战领导 这是国家国族可能灭亡的整个祸患可能会临到 所以这时候莫迪改就给伊斯帖这样的挑战 伊斯帖他也意识到如果不是上帝带领他的工作会失败 所以他就要求邀请莫迪改去找所有在哈山城当中的所有的犹太人要一起来进食 为这样的事情来进食 其实我们很自然的 我相信伊斯帖故事大家有一定熟悉度 伊斯帖也在挣扎 他想说如果我没有被王朝见 我直接去见我也可能会死 这样行吗 但是莫迪改仿佛也就都不管伊斯帖自己心中担忧自己泄命的烦恼 他把这样子的问题丢在他身上 说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上帝仍然会实行拯救 但是你岂不知道你能够得了往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金的机会吗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 我们要想想看上帝把我如今带到这里来 上帝要我做什么呢 我没有好好把握机会来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使命 莫迪改仿佛也在提醒伊斯帖一件事情说 你不要想你现在身为王后身份地位很特殊 不要想说因为成为王后所以有什么样的特权 而是要思考神交付给你什么样的任务 但是更有意思是在十六节提到 伊斯帖邀请说去招去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要禁食三昼三夜 其实这不是很一般会发生的事 因为一般禁食就是一天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事故 然后自愿进行才会禁食 这样也通常是一天 但是这里既然说要禁食三天三夜 表示他十分看重这件事情 他也知道他需要向神支取的样子 邀请众人一起来 那我们要如何看待神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样主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 仍然向你欣赏感恩 或许在我们人生度成当中 有时出现一些困难挑战 我们好像不知该如何是行 甚至会有所退缩 主但是帮助我们艰辛依靠你 来到你面前 思想祖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放下的计划 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勇敢的依靠你 向前来行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